大家好 欢迎订阅点赞并打开小铃铛 就能看到我所有的更新了 央视新闻报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经依法审查 昨天对在北京市朝阳区民航总医院急诊科 抢救室内行凶的嫌犯孙文斌 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 群情激愤的大陆网民要求判他死刑 更是传言这家人存在啃老的情况 还有人批判中国商议事件频发 和大陆地区的医疗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事件的整个经过 以及孙文斌这一家到底是什么背景 案发时的监控画面显示 12月24日早上6点钟 杨文医生当时坐在抢救室里 站在背后的孙文斌与杨文医生交谈时 突然拿出了藏着的刀 连续猛刺他的颈部 杨文医生当场倒地 吓得旁边的护士匆忙逃跑 有医生在旁拉扯 也没能制止惨案的发生 孙文斌随后在医院被赶来的警方逮捕 据医院工作人员称 今年51岁的杨文医生有一个儿子 在国外读书 事发当天的下午 孩子就要到家了 准备和母亲欢聚 但现实却是母子尚未见面 便以阴阳相隔 据知情医生透露 杨文医生长期在急诊抢救室工作 12月23日上的是夜班 本该是24日早上8点钟下班的 距离下班还有两个小时就出事了 孙文斌的家属跟警察说 在四五天前 孙文斌就说要杀了杨文医生 刀也是在三天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的 这名医师还指出 孙文斌95岁的母亲是脑中风 重症癌症患者 长期卧病在床 全身重症感染 包括肠胃道 泌尿系 肺部 并伴有心衰 心肌损伤 加上基础病多 高龄 自身免疫功能低下 所以很难见到治疗效果 证明95岁的患者 在12月4日送医的时候 由杨文医生接诊 按理说 到医院肯定是要治病的 要治病 医生肯定会给出详细的建议 并开处方 治疗等等 可孙家的家属却拒绝一切检查 拒绝接受治疗 仅要求输液维持老太太的生命 每天都会怀疑医生的诊断是不是有问题 怀疑用药是不是有问题 常常还会因为一点点的病情变化 就不停的争吵和谩骂 威胁医生 一名当时参与抢救杨文的医师 在网上发文指出 杨文医生被砍断了右侧颈部全部肌肉 以及食管 气管 颈内静脉 颈总动脉 和通往身体的神经 连颈椎骨都断了 这名医师表示 医护人员为杨文急救的同时 还必须尽全力照顾孙文斌的母亲 可孙文斌的家属在案发之后 却在一旁冷眼旁观 若无其事的玩手机 且依旧动辄拒绝配合治疗 不断叫嚣 那么孙文斌究竟为何在急诊室掏出利刃 他们一家究竟为何种背景 血案背后折射出了什么样的医疗运作体系呢 在微博上有消息显示 中国网友对孙文斌一家人发起了人肉搜索 多名网友指控孙家子女五人 全部都在砍95岁的老母亲的退休金 由于担心医院治疗有风险 因此坚持致维持生命 打点滴 在朝阳区定服装一排排高楼的东边 有一处破旧的平房 演映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里面 这处平房概于几十年前 安置的是当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征用的一片农村用地的居民 目前居住着20户左右的人家 每户面积目测不到30平米 据说大多数已被当时的拆迁户租了出去 孙文斌的母亲95岁的孙某氏户籍就在这里 孙某氏这个名字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的常见 一些没有名字的女性在婚后会冠以夫姓 据住在平房和周边的人讲述 这一家人十年前就已经搬去了附近的小区 此后再也没有见过年纪这么大的老太太 据知情者回忆 因为脑梗塞的后遗症孙某氏长期卧床 靠鼻四营养存活 所谓的鼻四营养也就是人工的把胃管 经过鼻腔置入食道之中 先把食物用磨碎机给打成糊 再用大注射器连接胃管接头 帮助不能自主吞咽的患者提供水和食物 据说孙某氏的大儿子曾经是中国传媒大学的职工 任食堂经理 但前几年已经退休 他住在管庄路口附近的一栋塔楼里 阳台朝东喜欢养鸽子 据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保安透露 这位大儿子总是开着车进出校园 弟弟孙文斌没有和他住在一起 也不太听他的话 邻居还说这个孙文斌就是民航医院的行凶者 今年55岁曾经是一个屠夫 十多年前孙文斌又养猪又喂牛 还曾经在通县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通州区东边 租过一个农村的院子 并且曾经常常到传媒大学食堂里掏干水 但是他的养猪生涯并不顺利 据和孙某氏一个病房的人回忆 孙文斌和值班大夫还曾拉过家常 说他自己下过海挣过大钱 养过猪也干过兽医 他还卖过菜倒腾过服装 现在离婚了 孩子上学的名额曾经被有钱人家的孩子给顶替了 在孙文斌自己的描述中 他的命运是十分的悲惨 所有人都对不起他 95岁的孙某氏平时大多和孙文斌居住 偶尔也到孙文斌姐姐家住 据说生活拮据的孙文斌在赡养母亲的时候 不但不需要自己贴钱 甚至还很可能从中得到一些好处 因为他的老母亲由退休补贴 出生于1923年的孙某氏 享受城镇退休老人医疗报销比例待遇 根据规定年满70周岁以上的报销比例 都在90%以上 除此之外 他每月都享有一定金额的生活补助费 知情人士说 虽然退休金不多 但拆迁之后户籍所在地的村委会 还会给老人分钱 年龄越大分的数额越多 包括股份收入老龄收入 超过80岁还给一次性的奖励 也许正是因为生活的贫困 才让孙家子女把95岁长期卧病在床 不能自主进食的老母亲当成了摇钱树 为了能够让老人尽可能地活着 他们家人才会战战兢兢 紧张兮兮 疑神疑鬼 并最终酿成惨案 根据统计 最近10年来 大陆媒体共披露近300起的商医事件 其中共有24名医生因此而丧命 大陆健康时报以商医为关键词 在中国裁判文术网搜索 其中涉及商医的刑事案有9件 民事案25件 共计34件 根据彭博新闻所搜集 10年来295起商医事件的报道中 共有362名医护人员受伤 99名医护人员遭患者或者家属 持刀袭击 24名医生因此身亡 报道说患者和家属诉诸暴力的 常见理由包括医生态度不好 并没有给治好 医生的专业水准不行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关商医事件的 报道之中近4成没有提及 后续处理结果 即使有结果最常见的 也只是10至15天的行政拘留 或人民币数千元不等的处罚 涉及刑事处罚结果的报道不足5% 另外在商医事件之中 有70%发生在三级医院 其中属于顶级的三甲医院的 就占了一半以上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 自2013年以来 全国医疗纠纷和涉医违法案件 连续5年双下降 但中国医事协会2018年发表的 白皮书则显示 62%的医师认为 职业环境并没有改善 而且这个数字与2013年相比 几乎没有变化 台湾中央社报道 为了遏制层出不穷的医报事件 中国有关部门近年来 连续推出多项预防严惩措施 杀死医生的嫌犯几乎都被判为死刑 但医报事件依然频发 舆论甚至呼吁在医院设置安检门 网上有消息指出 一般而言 像孙某市这类高龄 全身并发症的晚期癌症患者 在医保和医院考核机制的双重紧箍咒之下 是各大医院的烫手山药 孙某市使用的是北京市城镇居民医保 到了年底各大医院担忧医保额度被用完 孙某市这种极有可能用完医保额度 而且治疗希望渺茫的病人 医院的住院部往往不愿接收 即使接收这样的病人 住院天数也会限制在15天之内 这还造成了一些患者被称之为候鸟病人 因为他们要在固定的15天之内 辗转于京城各大医院的住院部 一部分无法住院或者医院不愿接收的病人 往往会被送医到医院的急诊科 这家医院不愿接收的住院病人 也往往是先转到下一家的医院急诊科 然后再由急诊科转到住院科时 急诊科由此也承载了医患关系的不可承受之中 有报道说 具体到民航总医院这件事情上 一位身患多种并发症的晚期癌症高龄患者 治疗过程中充满风险 再加上家属情绪极端 总是干预医生的治疗 又对治疗结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加之肿瘤科床位一直比较紧张 才让孙某室在急诊科的重症监护室待了20多天 期间 急诊科曾经向家属提出转院建议 但家属均不采纳 有知情人透露 孙文斌家人已经拖欠医院费用 可是医院并不可能把他们赶出去 就在事发的第二天 家属提出要求 说是没钱 住不起急诊病房 要求办理住院手续 不过几经辗转 孙文斌95岁的老母亲 已经在12月27日下午 转移至北京市朝阳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 香港《明报》昨天在报道中 引述多名医务人员说 中国大陆医患矛盾 主要问题在于不成熟的国家医药政策 以及大众因为接受过度的宣传 而对医生期望过高 好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点赞并打开小铃铛 再见